也有一個說要來提升高中節專業功課 專業老師的創新 也有學生力所開辦的募工創作庫典 聽到跟募工老師不管是不是有經驗 在專業老師教導之下 為不要教官上一個檢驗 都說兩性的募工作品 讓學生力告訴小學問問 在專業的募工老師指導之下 學生如何正確來正康和作學 你手掌 這樣好 壓著 等一下壓就好 對 對 對 這是為了提升高中節專業功課 專業功課專業功課的創新和學生力 所開辦的募工創作庫典 聽到解這個募工的募工 不管是不是有這個經驗 在專業募工的教導之下 為了不效到完成一個 檢驗到大工人生的募工作品 都和這關募工的募工是受到很多 學校都有開特色課程 所以就利用暑假來跨領域進修 那這一次的課程我覺得非常充實 也可以跟不同課別的老師交流 然後做的物件也非常實用 將來希望能夠帶回教育現場 然後跟學生還有同事分享 講師都是就是選手出身 甚至於其中有一位莊老師 還是金牌國手 他們在講解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循序漸進 第二個非常注重我們的安全 然後在實做的時候 講解也非常細心 然後不管我們是出街或者是進街的老師 都能夠有所收穫 做了是應該是木櫃吧 櫥櫃吧 又可以當板凳又可以有櫃子 感覺很有成就感 圍地的求定武德沃克公司 先辦這一處五天的教育公民雅瓦東 專業的木工老師表現 請出台做這個木工的課程 提供教育新的基林學系 到底在完成一間 自己轉秀的作品 我們這個設計的話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為期五天的 所以我們就會設計的比較簡單 譬如搭接還有那個 利用現代的那個 Domino的那個損建方式 比較簡易的去做接合 剛好五天可以完成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設計的話 就是日本式的簡單簡潔的 我們應該說 因為全國的高中子 它不只是說有木工的 也有機械的也有電子的 不完全都有接觸過 有些事事先它已經有接觸過木工 或是有在學習了以後 然後再過來這邊 因為我們要配合大家 大家的那個程度的需求 所以我們會去控制課程 還有它的那個學習的 能力的那個搭配 希望讓他們產生興趣 能在體驗中完成它的一個 完成它的一個那種信心 感覺到 我可以輕鬆的完成一間家具這種感覺 透過的課程件是 和高蘇可以輕鬆完成的一間家具作品 那是有新酒館 在後回去跟學校 也能有學到教學課程 將這三個最新的計畫 來教學生 周欣勃與紅丸 Cue不得 我們要來教學 我們要來教學